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凸显假标问题的泛滥 商品上斗大的标题明明写着日本原装进口 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一回事很错愕的感觉 日本原装进口的东西 怎么会是那么粗略的品质的东西 我在仔细地看它的产品的领域外卫看 它不出结果是难以制造的 那我就终于在包装的纸上看到 怎么会是中国制造的 10月4日是世界动物日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和一名身杖的朋友黄泰山 发起一项为流浪动物苦爬的行动 放下人类的高度 透过在街上爬行 体会一只被遗弃的动物 在读会空间里的仓皇无助 台湾的流浪狗的捕捉 事实上都交给那些清洁队 那些清洁队都是用那种最残酷的方式 来捕捉狗 比如说他们用那个套圈 或者用夹棍 那甚至直接用套圈 把狗子摔到那个捕狗车上面 那要把他抓下来的时候 也是用拖的 那狗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 事实上是非常恐惧 然后也非常的容易受伤 台湾的收容所有它的设置办法 可是基本上是没有人管 那所有的乡镇是 都把这个收容所 就是直接交给清洁队 把它当做垃圾 把这些猫狗当做垃圾来处理 所以收容所里面的产状 层出不穷 最大的问题是 这些照顾狗的这些清洁队员 他们基本上是 一天喂一次 之后就不管它了 这次为什么要苦爬的 其实 我过去呢 我也接触到很多的那个流浪动物 那也看到很多那个 收容所里面的非常惨的状况 所以呢 在10月4号 今年的那个世界动物日的时候 我觉得 整个台湾的流浪狗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比以前的更好 还是比以前更糟糕 那这样的情形一直在拖 因为政府其实一直在漠视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用一个 比较强烈的方式的话 没法引起整个社会大众的注意 也没法给政府更大的压力 所以我宁愿用我的那个身体的一个 苦行的方式 苦爬的方式 然后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大众来关注这样一个 被整个社会漠视的一个问题 刚刚影片中看到的苦爬行动 从9月25号开始 预计要进行14天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行动 唤起更多关注 为流浪动物争取更多权益 也希望更多人可以支持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